现代战机 尤其是那些只在对空作战 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机 为什么还要在机身上保留机炮 这种二战标配的过时武器呢 明明大家都能够发射导弹 去掉机炮 多加两枚导弹难道就不香吗 还真不是没人这么干过 上个世纪60年代 美国麦克唐拉飞机公司生产的F4鬼怪 在一开始的机型上面 就是只装导弹 不装机炮的 理由很简单 我是一架超音速空中拦截机 拥有超视剧的打击能力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目视看到我嘛 那同样我也就不会目视看到你 有导弹就行了 还要机炮干什么呢 浪费空间啊 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 但真的敢把它用出来的 还属F4游泳器啊 结果呢 越南战场让它在了大跟头了 因为在这场矿日持久的空战当中呢 对手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嘛 你用的虽然是又先进又复杂 又高速的重型战斗机F4 但对方呢用的则是比你更慢 比你更小 但是却比你更灵活的米格17 在近距离狗斗当中呢 往往还更要占据优势嘛 好 你可能要问啊 不是说好的是超视剧作战吗 如何沦落到狗斗了呢 这个呢 是由于当时的交战规则造成的啊 他要求飞轩必须要对目标进行视觉确认之后 才能够发动进攻 这本质上就排除了远程导弹的使用嘛 等F4快要追到米格17的屁股上时呢 飞行员又会发现 哎呀 对响尾蛇和麻雀导弹而言 现在的距离又太近了 于是就只能捡到亚音速一遍拉开距离 好 都到亚音速了 那就比谁更灵活呗 F4的优势 因此丧失了 当然 这里要说明一点啊 F4显然还是用导弹赢得了很多次的战斗 只不过要是没有漏掉机炮的话 相信他会更加的从容高效的 所以嘛 他后来先是挂上外挂的机炮吊舱 还一挂就挂两个 然后到了F4E呢 终于还是把机炮给还回了身体里面 内置了一门20毫米口径的M61火神进去 从此就再也不愿摘下来了 哪怕到了F35都能隐形了 还是要装上机炮 就当是个保险吧 所以武器啊 先进11方面 适合却更加重要 对于喜欢空战的你 什么样的书最合适呢 就是这本比字典更厚 比字典更大的 20世纪空中作战百科全书 非常合适啊 从一战讲到二战 从二战讲到冷战 再从冷战一路讲到海湾战争 各种类型的空战 各个地区的空战 各种畸形的空战 全都涵盖了 可谓是空战爱好者的正宅之宝啊 既然是宝贝 它当然是不便宜了 那它值吗 太值了 常阳在自己的爱好里面 把一百年的历史亲手翻开 多少钱都是买不来的呀 推荐给你